太子殿下到 若太子把身材冒不开 杀 为何陛下能让他稳坐太子之位 都说花家功高盖主 都虎视淡淡的盯着呢 如今太子殿下 也来横插一脚 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我只想知道花郡主 是不是真的盼不拥地 花郡主 太子殿下 臣女不是敌人的人 臣女是你的人 这个人是太子殿下 他一向凶巴巴的 而且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靠 你和太子殿下不是 美母常情 爱奉出国 爱护成仓 狼狈为奸 我们都知道 花郡主 可有心仪的男子啊 臣女身子不好 又怎能连累他人呢 哎呀 花郡主 虎柳之姿 不来自边散 必须可以找他们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可真 她真是一个 两屁厚的姑娘 呃 那个 殿下 醒 醒了呀 明天 又是一个 我给你 敌人的杀 枪 静子 神迹寸虚 好灵力的招式 你们晋国有人野心胜天 你背后之人 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大界定 守死吧 你想动它 你要先认为 花流银同不同 郭的马车坏了 知否能代顾一程 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天哪里没看见花花啊 花花 花花 成立的 她叫发发 男女强为贵 你以弱为美 打断你的狗狗 发现主不是一直身体虚弱吗 大意了 这么会演戏 你怎么不去做戏子啊 那除了本王 还有谁能更合适 更长相 还是太子殿下好看一些 当然 本王长得如此好看 那云还能跟本王比吗 爱家 倒也要把你好好 瞧瞧 大家不觉得头好晕啊 又演起来了 演得不错 今晚给他加餐 难道 殿下是想和花建筑过过招啊 老爸来了 你怎么给你救我 你怎么给你救我 去 继续努力啊 去 长本事了 开始吧 我就是让他知道 遇见我竟然如此知道 花建筑已经倾心欲本了 避避嫌吧 又来这一套 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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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赢我 那你可是太高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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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了没有啊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这该死的魅力 快死殿驾到 该我出场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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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我家小姐被风吹晕了 太子殿下 不可见啊太子殿下 我们终于见面了 被风吹晕了 气息平稳 别是装的吧 嘎动了小姐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我先出 难道 你给我看看 这手帕上 是不是血 花架功高盖出 又在边关不肯回来 那陛下肯定忌怠啊 这次花架呀 要倒大梅路 小姐 那是不是写了个死字啊 你到底在玉京 得罪了多少人呀 小姐 为何我们好不容易 打了圣仗 他们还是要提防我们 这太过分了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打赢一场胜仗有多难 如今太子殿下 也来横插一脚 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小小至此罢了 过了这么多年 你究竟是敌是勇 她现在在哪里 现在 正朝我们安康院的方向过来 家门敞坑 姑要亲自会会她 这是姑养了五年的黎奴 名叫花花 臣女在 不好 她叫发发 姑又记得当年 花县主嘲笑过姑 连只黎奴都没有 臣女是吃了雄心豹子蛋 也不敢嘲笑太子殿下呀 太子哥哥 你会骑马射箭吗 还真是我当年的默奴啊 今日我爹送了我一匹小马鞠 还送了我一把弓箭 你连只黎奴都没有 你好可怜哪 怎么办怎么办 刚说到毒 姑突然想起来 姑这里有一瓶当年你送给姑的毒药 姑拿给你看看 小七小八 臣女身子不好 还是要 到底是何人 怎知我花家蜜语 完蛋了完蛋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我刚才出去采买食物跟炭火 可谁知道一走到哪里 哪里都被收了 家敏郡主给花琉璃断了粮 是啊 那她还不算太笨 不枉非姑 派人点破花琉璃的身份 殿下英明 倒是有人跳出来帮姑试试她 我们都已经弱成这样了 要是还有人踩我们的话 那就不能怪我惹是生非喽 太子殿下来了 秦传爱民 言诚不黛 德才兼备 凡事自有安排 难道还需要向诸位汇报 好野蛮啊 这花琉璃小时候 曾与姑有过书性往来树 今日一见 简直与信中所显盼弱脸 柔弱无比 你以前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装的遇上花柔的呀 装什么装啊 她和花琉璃一对人精 我们都已经弱成这样了 要是还有人踩我们的话 那就不能怪我惹是生非喽 余子 佳文敞坤 姑要亲自恢复你 她今天还真的来了 既然躲不掉 那就迎难而上她 她又在算起什么 你防备我 干嘛啊 郭琪是这等随意之人 好好享受吧 这是酷刑的 花 流 梨 可真好看 我是不是喜欢的孩子殿下 我是不是喜欢的孩子殿下